因為時間要快的關係 剛才高師傅你已經做了糯米 我這個糯米糯米飯名字叫生手 但是生炒糯米飯真的不好吃 現在生炒糯米飯要用油慢慢來炒 不適合現在吃 我這個方法的糯米飯 真的比生炒糯米飯更好吃 不會肥,但是很香 但是又吃到那些粒粒的感覺 不是每個人都會做 現在你炒糯米飯多數是煲一煲 拌一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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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可以覺得它很薄 但是它有點硬 你吃不出的 我明明不想做出來 是被子傑強硬炸 就被你們說要炒糯米飯 不是,因為… 你留一點點來找吃都可以 不是,高師傅會不會這樣做 高師傅做的怎麼做 對 說笑而已 我買糯米飯,你買糯米回來 買好的糯米,買泰國糯米 泰國糯米 洗乾淨 浸四、五個小時 四、五個小時 用凍水浸 用凍水浸 洗乾淨浸 然後晾乾水 用筷子 用筷子 用跳鍋 洗乾淨,晾乾糯米水 用藤西好,竹西好,膠西好 用乾淨的毛巾放進去 把糯米飯倒進去 拿筷子來,徒弟 是 是 剛才展示師傅 你還要把那些飯鋪在上面 用來蒸 大約蒸四十分鐘 四十分鐘 對 蒸的時候要灑三次水 我們在酒樓當然要灑湯 賣錢 我們剛才蒸了半小時,熟了 我們再灑一次給大家看 在四十分鐘內 我們分開灑三次水 這樣灑點水 可以這樣灑嗎 這樣灑點水 我們是灑湯的 然後再蒸它 為甚麼意思呢 因為它一邊蒸,一邊扯乾水 一邊沖乾水 一邊沖乾水給它 水 水 水 怎麼回來了 有從材料 就說 追 水 水 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